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忠燕 2015年11月7号 国内外媒体聚焦新加坡 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历史 在这里写下新的篇章 全球瞩目的马锡惠 在新加坡正式登场 分至66年之后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面 这世纪之卧展现了十足诚意 一卧就是81秒 双方在会前致辞也释出善意 随行学者 但将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揭秘 其实马总统致辞稿是准备两套版本 但是双方说好 为了开场的和谐 都不提出刺耳的话语 不过马锡闭门会谈50分钟之后 习近平依旧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马总统也对大陆的军事部署回应不满意 不过两岸破冰 学者多半乐观 认为这是为台海和平吃下一颗定心丸 到底这场马锡会 从拍板定案到举行还有哪些内幕呢 请看我们的追踪报道 历史性的试剂之握持续81秒 这场马锡会众所瞩目 今天我跟习先生分别以台湾 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 穿越66年的时空 伸手相握 两岸领导人见面 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历史将会记住今天 两岸破冰 世纪之会 闭门会谈50分钟 究竟谈谈的是什么 主轴还是围绕在九二共识 双方都坚持九二共识 当然也许有一些解释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基本上大方向是一致的 我一点都没有忽略掉 在这些立场上 我要站稳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应该有的立场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不是也不是一中一台 九二共识 台湾谈的是一中各表 但对岸却有不同解释 马锡会会后 双方依旧各自表述 双方因为没有办法达成 最终的一个共识 所以说只好退一步 各退一步 彼此双方都同意我们之间的起见 Agree to disagree 可是能够达到 比如说 即便是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其实都已经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因为你看在过去的好几十年 两岸的领导人是非常暧昧的 好像有一些接触 也好像没有一些接触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场世纪对话 双方定调在维持台海和平 马锡会从消息曝光到成型 仅相隔四天 是仓促成型吗 还是早有计划 马锡会的这一个规划或是想法 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逐渐成型 大家觉得如果两岸最高领导人 可以见面的话 对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 绝对是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 鸭子滑水也慢慢地滑向目的地 马锡会布局早在2013年印尼APEC 由当时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 就已开始酝酿 隔年二月 王璋 南京再捧面 被认为是为马锡会探路 直到今年十月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张志军 在广州议会 马锡会才正式开办定案 我觉得政治可能应该是有 因为其实这一次大陆发现台湾的选举 民进党大概会赢的几率太高了 那他从过去的经验知道说 如果插手台湾的选举 其实结果可能更糟 那他没有别的糟啦 当然是为政治目的 当然是希望彼此之间 都要在历史上留上一笔 是政治考量或是求格历史定位 马锡会其实早在计划之中 尤其马总统一直希望能在国际场合上 取行双方会面 最好的场合就是一年一会的APEC 对外人的担心当然就觉得 在国际场合见面 等于你是另外一个国家嘛 就是说你看在新加坡 那彼此称先生 这其实不是国际场合 所以新加坡人也不参与喔 如果有新加坡人在于 那就变成是国际场合 所以他们很小心这些部分啦 两岸领导人会面 犹如一场攻防战 从场地 时间到称呼都费尽心思 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尿程表示 马锡会在2014年7月 马总统出访中南美 原本打算回程在新加坡 会面习近平但没能如愿 隔月原计划趁823炮战 双方在金门碰面 不过此说法遭到总统否认 同年11月 我方提出希望在北京APEC碰面 遭到大陆方面拒绝 直到今年11月7号 马锡会才正式敲定 目前可能双方是处于一个 非常微妙的阶段 而且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 所以说大家都退一步 觉得是说想通了 还是可以共相胜举吧 至少可以见四面 这一面超过半世纪 在天时地利下马锡会时机到了 马锡会从双方领导人的服装 也能看出较劲全机 总统马英九戴上蓝色领带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是选择红色 颜色所代表的意义 已经在最短的时间 已经吸引到大家的注意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象征性的东西 用服饰的方式来表示 那是蛮有品味的 双方在途中上做同功课 连挥手致意也要比高下 习主席先举起左手 马总统后举起右手 更就是要比习主席还要高 不过此时 总统却突然解开西中纽扣 引起不意 我为什么要解开扣子 因为手举起来的时候 会拉得很紧 就这样 没有别的意思 严肃的政治场合 因为马英九的有问必答 意外多了不少笑声 这个是一个小节的东西了 那那个大的这个局面 完成了 这个就不拘这个小节了吧 另外就体现了 他这个比较自在的那一面 马总统的自在 相较于习主席的拘情 也凸显双方 对于马习会的态度有所不同 对中国大陆而言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项 那对于台湾而言 这是好像是唯一的一项 最重要的一项 所以说当然在这个比例上 有权重不一样 那这个再加上马先生 马总统对于这个议题的 这个熟悉度 这是他的强项 所以他这一次争取到这个机会 所以说对他而言 应该是蛮正面的 马总统在任期内 完成历史阶段性任务 喜悦之情藏不住 但要如何做到 两岸相互承诺的平等尊严 首先在会场上不称呼职称 该以先生对先生 尊敬的马英九先生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习先生 大陆与台湾代表团的 各位女士先生 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因为实在是想不出考的方法 因为大陆觉得不可能承认 台湾是一个国家 所以讲领导人 某种程度暗示你的自权 还在你手中 所以你知道 这是非常麻烦 你知道吗 所以用先生 大概是他们能接受的概念 学者强调不是降低国格 而是在双方敏感的政治杠杆上 取得平衡点 但真的做到平等了吗 他们能够在人生较早的阶段 马英九总统致辞还没结束 所有媒体突然被现场保全请出场 引起一阵哗然 还有台湾媒体的采访证 也遭到主办单位刻意刁难 就是在新加坡换的这张证 是2015年 是新元的纪年 那么在台湾拿到了这张证呢 其实是用中华民国的纪年 这是不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纪年 太敏感 成为了不能触碰的话题呢 其实呢 也引起了相当多的揣测 两岸政治角力 从台面下搬到台面上 但马席会结束后 真的能提出有利台湾的条件吗 还是形式重于实质意义 有的时候形式大于实质 为什么形式 因为它是象征 很多时候政治上是靠符号 是靠画面 是靠这个站在一起握手 那一旦做成这件事 它就可以流传久远 所以说我觉得即便是形式 即便是乡村主义的东西 本身的价值都是相当相当高的 我想马总统的出发点呢 是从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些难题 就是说是相对于两岸的关系 而在国际上所面对的一些难题呢 马总统都希望得以提出来 过去的历史造就两岸纠结复杂的情感 66年期间多次关系紧张 大陆也在沿海部署飞弹 为了缓解紧绷态势 马政府才会有了和对岸领导人 毁灭的构思 不过马席会看似成形 却又经历多次转折 103年3月17号 太阳花学运让两岸关系生变 同年8月又发生前陆委会副主委 张显耀共谍案 两岸关系降到冰点 原本希望在11月10号 借由北京APEC场地 举行马席会也告吹 最后改由副总统肖万常出席 在9号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碰面 时间一言再言 那我觉得说这一次的表现 让我觉得还蛮不错 其实我一直认为说 马总统的民调低 不是因为他的两岸 他两岸可能方向是正确的 可能因为太阳花事件凸显出 他当时在签服帽的时候 没有跟人民做好好的沟通 但是我觉得他两岸的方向是正确的 台海关系错综复杂 既然历史无法改变 学者期盼借由这次马行会 双方重新定调未来 我们过去就是说两岸处于 这种相互否定的局面里面 就造就出来所谓的 大家要选择不同的道路 那看起来选择不同的道路 对于未来的走向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折期间 因为从时间的角度 两岸的分离分治 时间只会更长 那心理的距离也只会更远 这是中国大陆最担心的一点 马锡惠双方释出胜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开始谈话 便强调台海两岸一家亲 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 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 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 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同胞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虽然是赵稿演出 但习近平展现相当诚意 马锡双方密会也首次谈到 有关大陆沿海部署飞弹一试 他的回应就是说 他们这个部署是整体性的 不是针对台湾人 台湾人民 所以他没有承诺说 到底要不要承诺 我想这恐怕是 两岸领导人之间 第一次谈这个问题 坦白说一项这样的会谈 在六十几年的这个分割之后 第一次的会谈 我们如果要求他能够达到一个 很完整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 坦白说是不可能的 两岸史上头一遭 领导人闭门谈武力部署 不过没有得到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实质回复 总统怎么说 他的回答我不是很满意 不过我觉得开了一个头 我们将来有机会还会再提 首次碰出敏感话题 从九二共事到两岸经济 以及飞弹部署问题 马锡会跨出两岸以大步 是利是弊 短时间还没有标准答案 但学者对于两岸破冰 态度相对乐观 我想这对你们台湾 中华民国 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台湾的自由民主 坦白说在全世界 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那么也是亚洲的 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模范 马锡会落幕 定调在维持台海两岸和平 不再兵戎相见 但台湾民众关心 究竟九二共事 一中个表的超稳定架构 是否出现动摇 又或者是 为后反而匡限住 两岸政治走向 一场会晤 没有留下纸本协议 却替台湾未来 留下位置变数 在两岸关系当中 新加坡扮演着重要桥梁 除了这次马锡会 1993年的孤王会谈 也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促成之下 跨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李光耀生前曾经访台25次 和台湾关系一度相当密切 22年后 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接手 在总统马英九任期即将结束前 促成他和习近平的历史性会面 而且马锡会结束后 马英九还特别跟老朋友见上一面 老朋友是谁呢 就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李显龙还特别把两个人合照 贴上脸书分享心情 随后马总统也在上头留言 表示1993年的孤王会谈就在新加坡 两岸能走向和平 没有李显龙跟李光耀 就没有这一切 只是李氏父子跟台湾的关系 到底有多深 在两岸关系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继续是我们的深入报道 1949年之后 两岸隔海对峙 从蒋中正时代的反攻大陆 到蒋经国时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就这么过了40年 直到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 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 后来还成立了海基会 海协会作为双方沟通协商的管道 只是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中国到底要如何表述 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 终于在1992年的香港会谈当中 双方做出了台湾用的八套版本 大陆用的五套版本 总共十三套版本 最后双方以通电汉的方式 表达各自理解跟尊重 当然我们强调的是 分类分制 大陆强调的是要统一 所以我们就建议说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如各说各话 中共后来同一 所以媒体后来就解读说 是一中各表 后来这段历史被当时的陆委会主委 苏起简称为九二共识 只是九二共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认为 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为原则 目标谋求国家统一 不过在定位上两岸看法大不同 大陆要求一中不表 台湾呢强调一中各表 北京呢就认为说九二共识 他把上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谋求国家统一 他把它简化成叫做反对台独 所以你现在看到北京 当北京讲的九二共识的时候 其实他讲的是反对台独 尽管对于九二共识 两岸有不同的解读 但至少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 双方还能进行对谈 就在1992年的8月 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邱经义 秘访新加坡 《非识勇者》 Yes, I think he came here in 1992 And of course we were only too happy to help and be of service We were a neutral venue acceptable to both I think this was decided by the two parties both Beijing and Taipei And they decided to use Singapore as the venue And we agreed We did not initiate the talks 我记得我很清楚 我那天下午去到总理府 去见了李光耀宣 谈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我就回到旅馆 回到旅馆以后 我就马上就跟苏志成打一个电话 我说我已经见过李先生了 李先生充分配合非常同意 那么我说这个喊可以 各位喊可以发了 就这样在李光耀的促成下 第一次国王会谈 选在新加坡举行 在对等原则之下 双方一起进入会场 同时双方各有十位谈判代表 主谈人顾政府与汪道涵 应记者的要求之下 握手表示诚意 不过由于在场的记者分裂两旁 因此顾王两人为了顺应记者的要求 反复握了四次手 使得会场严肃的气氛 轻松不少 历史性的一刻对于两岸都别具意义 这样的谈判就第一个 以谈判来代替对抗 那第二个 双方建立起一个谈判的一个协商机制 来解决交流当中所衍生的问题 第三个 正是因为这个中介单位承担权利 所以说也才能够符合 平等对等基本的需求的 会中签署了四项协议 包含两岸公正书查证 两岸挂号罕见查询补偿事宜 两岸联系与会谈制度 孤王会谈共同协议 从1987年开始 两岸开始进入到交流的阶段 因为两岸之间一开始有交流的话 一定会衍生出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以前大家的信件怎样送答 万一出了问题大家怎么去解决 所以说后来的孤王会谈 就是处理事务性的协商 就处理了四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它签署 然后两岸就开始进入 所谓的事务性的互动 两岸有了互动 当时身为新加坡总理的 李光耀功不可没 因为从1970年代开始 他就多次访台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1973年首次访问台湾 跟前总统蒋经国信心相惜 隔年促成台新军事合作 当年他更奔走 两岸居中传话 多次公开访台行程 由于李光耀他本身是新加坡 他跟中国大陆又必须发展关系 所以当时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李光耀曾经跟那个 我们这边的讲过 蒋经国讲过 他说我李光耀会是 所有东协国家里 最后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那后来他果然遵守他的诺言 因为他也必须考虑到 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就新加坡国家利益 但是他也顾及到 跟中华民国的友谊 不只跟台湾友好交情 两国关系就连政治都用密切往来 美国学者傅高义就透露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曾经透过李光耀传话 给已故总统蒋经国 两个老同学要不要见上一面 但当时蒋经国表示 不再相信共产党为由拒绝 尽管如此 李光耀依旧替两岸搭起了良好的桥梁 李家父子对两岸领导人 这种私人的友谊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可贵的 最可贵的 而且是 就是说 使新加坡领导人 能起到这种作用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没有这种比较亲近的 这种私人友谊关系 这种事情你没有办法做 没有办法相信你 1993年新加坡的孤王会坦 是在海航大厦举行 那海航大厦 其实已经非常老旧了 所以很多人一定建议说 要不要把海航大厦 譬如说拆除重新建立的 那其实新加坡对这个问题 他们就有看法 他们说这是两岸关系 重要的曾经记载个历史 有它的历史的特殊地位 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说 新加坡在两岸关系当中 由于它关心 第二个 由于它形式风格 也赢得了两岸高层的认可 所以因此在这过程当中 当然它就能够成功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说到赢得高层信任 李光耀就跟李登辉关系不错 1988年李登辉接任总统后 第一次出国访谈 就到新加坡 当时新加坡称呼他为 台湾来的总统 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面对这样的情形 李登辉还是觉得感谢 留下一句虽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 也成为经典名言 知两里的关系 却才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而闹翻 他过心了 我很好朋友了 很高兴 他的书相 跟我的书相不一样 我想作为一个华人 我想新加坡一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以前可能是李光耀先生 他当然有他历史的一个使命感 他觉得说我今天是要跟你 能够促成两岸的和平 那是非常好 但也许当初可能李光耀太积极了一点 或者李登辉的想法 后来是想走向台独的想法 那跟李光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到了李登辉的1999年 就把这个一个中国 把它表成一个叫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叫做特殊国与国 特殊国与国的概念 它最大的差异在于什么 就是说彼此之间的主权是互不隶属的 两个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那为什么是特殊的呢 在那李登辉的想法 这个特殊的 因为大家都是中华民族 回顾地任总统 对于两岸关系定位有所不同 多多少少也影响了 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 李登辉在卸任之前 提出一组两国 2002年 陈水扁延续李登辉的两国论 提出一变一国 这段时间 两岸关系降到了冰点 直到2008年 马英九上台 再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展开两岸交流 从1995年之后 两岸两会就正式中断谈判协商 一直要到1998年 才开始恢复的 孤翁上海会晤 可是这个会晤 不到一年的时间 又因为1999年 大陆方面 藉由李前总统 特殊两国认 又再度的中断协商 从99年中断之后 一直到2008年 5月份之后 才开始恢复期 两岸关系逐渐回温 忠实扮演台湾友人的李光耀 开始增加跟台湾的互动 2011年他还带着女儿访台 总统马英九也多次前往新加坡 过去马英九曾经以法务部长身份 访问新加坡 当上市长的他 也不忘拜访李光耀 06年再以市长身份 会晤李光耀和李显龙 最近一次就是以总统身份 前往新加坡调宴 病逝的李光耀 你事后想回想起 那马总统去调宴李光耀的 这个丧领 那其实就是想 维持住台湾跟新加坡的 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 只是李光耀生前 就希望能再次促成两岸会谈 尽管这个心愿没能完成 接下棒子的李显龙 也没有让父亲失望 继22年前的国王会谈之后 2015年的马锡会 又在新加坡举行 马锡会后 马英九总统也消失了一个小时 各界都在猜 他是不是要见新加坡的政要 就在马英九搭乘专机 返回台湾的途中 答案揭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自己的脸书 贴出这张与马英九的合照 分享心情表示 难得有机会跟老朋友 马英九喝茶叙旧 直到这一次的会议顺利 希望能为区域带来稳定和平 充分展现地主之仪 他一方面他其实是继承 他父亲的很多想法跟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 李显龙他可能态度是比较温和 然后他有时候甚至会展现一些 幽默的这一面 这部分跟李光耀可能是不同 多年以来 新加坡在两岸和平关系上 都扮演关键角色 不论是父亲李光耀促成顾望会 还是儿子李显龙促成马席会 背负历史使命的李氏父子 都替自己写下串气的一页 继父亲之后 李显龙为两岸关系再次开启一道门 1993年的国王会谈 和2015年的马席会 曾经从海基海协两会 搭高到最高领导人 这条路走了22年 不过当年的国王会是有达成协议的 各界认为这次的马席会 形式意义重于实质意义 两岸破冰 又会牵动多少政治神经 影响多少政治版图的搬移 休息到日线追踪 马席会的时间点有些敏感 难免会跟2016年总统与立委选举 联想在一起 是否会对选情造成任何影响呢 美国前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 在马席会之前受访表示 马席会对国民党的选情 恐怕具有高度的风险 但是学者专家导师认为 内讧许久的国民党 终于可以找到选举的主轴 国民党在马席会结束后 委托民调公司做的民调显示 有46.1%的民众支持马席会 21%不支持 而且这回的马席会 马总统说 这是帮下一任的总统搭桥 民进党的蔡英文又该如何接招 不要用这样子的选举的角度去看 因为马席会这个是从前年APAC的 这个当时就已经希望能够促成的 这样的这么高格局的是 讲选举就把它漏掉了 越想切割越是暧昧 敏感的马席会就在大选 倒数70天前登场 这一卧国民党可以说是掀开底台 试图把战场拉回最擅长的两岸关系 但筹码全抛出去了 眼前不看好的选情 真能够吹起反攻号角吗 他去见习近平 主要是为了那惊天一卧 对于助力人选情拉台不拉台 或是拉台多少 甚至可能减分 我觉得其实都不是马英九 所想考量的 对于选情到底影响怎么样 其实很难去讲 但是对于蓝军的集结 有包座没有 当然有包座 我觉得现在的评论很多 我们在观察一圈再说 两岸排持续酝酿发酵 但一向沉着稳重 被外界说是躺着选的小英主席 突然站了起来 连两天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难道是选举节奏 整个被打乱了吗 这个事情就在两三天之间就要发生了 所以就像我朋友讲 是一个蛮突兀的事情 当然应该突兀的要生满气 千丧万散 怎么都算不到 突如其来的马锡贵像是突袭 让民进党中央鸡飞狗跳 他只想到选举 他觉得这个很大的冲击 看起来煮熟的鸭子快要飞了 这个东西煮熟的鸭子快要飞了 他是跳起来的气急败坏 把蔡英文逼到了一个 退无可退的一个境地 如果民进党始终都是负面表列 而不正面表列的话 我相信这种反程序 而不反实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选民也 尤其是中间选民未必能够接受 国民党抛球 民进党如预料中的方式接球 是加分还是扣分 挺蓝挺绿派 见解不同 总统任期已经快戒满了 在打篮球来讲叫垃圾时间 剩下六个多月 已经很难说 对于重大国政上有所在琢磨 不能够说半年至久 叫他不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批评是过头了 人家说你任期只剩六个月 为什么还要开这种会 我就是因为我任期六个月 可是习先生的任期还有七年多 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不会很快就结束 都需要我们打好这个基础 马席会掀起浪套 一波又一波打向蔡英文 马总统说他盖了一座台海和平的桥 但小英主席却认为 这座桥摇摇晃晃不够稳固 他这一次一做 就等于为未来的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的总统铺个路 未来总统现在民调来看 蔡英文民调很高啊 是不是 那我不知道蔡英文在那里 叫叫叫骂骂骂骂 骂什么呢 看在学者专家眼中 蔡英文反而是被一波 名为表态的浪 打得就快要站不住脚 逼着这个蔡英文在那个保持现状 维持现状的地方 我们做一些更多的阐述 如果蔡英文当选 那么就是说 蔡英文你看我们有新的现状 你要不要接受 你要不要承认 你要不要遵守 不遵守好 那大陆就有这个政治武器了 我就会动用这个东西来打压你 马锡会确定之后 他们都有一句这个slogan 就是老大出手 其他人靠边站 就是见识到马英九 他开创出来一个议题 能够凝聚蓝营他们溃散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程度 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 去匡限台湾的未来 是匡限台湾的未来 还是跟原本想要的不一样 前总统李登辉任期剩下十个月 也曾提出政经全台的两国论 当时帮忙起草推动者之一 就是蔡英文 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过 扁政府下面多年的一个陆委会主委 那过去一个国安会之行委 在李登辉执政时期 推出两国论的蔡英文来说 他不论述 等于说三论题是巨答的情况之下 今天马英九他开创了另外一个 这个现状的情况之下 那蔡英文俨然就是被逼着一定要表态 今年五月朱席会 朱立伦以党主席身份跟习近平会面 谈的是九二共识 也希望未来我们两岸 能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推动共同牺手合作 相隔不到六个月 留下历史画面的马锡慧 谈的还是九二共识 巩固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忽然间见与不见的问题 也落到蔡英文身上 他其实愿意跟中国大陆领导做交流 他并不反对说两岸领导人见面 像这次马锡慧设架的一个开关 但是他可能会反对说 由马锡慧所建立的这个框架 如果两岸领导人会面成了常态 势必得认同九二共识 这条马总统铺好的路 未来可能的蔡总统走得下去吗 民进党是否得放弃台独党纲 这次的会议把所有总统选举的议题 会再拉回来 因为接着人家就问说 那经过这场两岸领导人见面之后 蔡英文你将来怎么办 你将来如果继续两岸和平发展 因为你也在乎两岸和平发展 你也说希望两岸能和平发展 那怎么样和平发展 你如果不要九二共识你怎么办 蔡英文其实有好一段时间 是理先马英九的 是理先马英九的 那最后就是两岸问题翻牌了 让他翻船 2012年总统大选 蔡英文一度声势看长 民调赢过马英九 最后却输将近80万票 部分原因就是败在两岸议题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看来是有拉抬作用 那我的看法是觉得说 原来国民党陷入自己的内讧当中 所以整个选举的主轴完全被偏了 因为理论上总统大选应该是 双方候选人提出你 你台湾要该怎么走嘛 那尤其碰到两岸问题 这一头马英九会见习近平 不到三天 朱立伦迅速展开访美行程 大选倒数计时 国民党动作平平 等于是两个人对上一个蔡英文 两个人在打选战 尤其是马英九出手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深水炸弹 这一助攻不可谓不大 离投票日1月16号剩67天的时候 这个朱立伦硬要出国去访美 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就可以当类似特使一样 他一方面是总统候选人 二方面他也可以变成 马总统派他去跟中国 跟美国沟通的一个特使 这盘棋是不是早就沙盘推演过 国民党心里有数 但民众心里的票要投给谁 可就拿捏不准 台湾现在普遍的反中 特别年轻人反中 所以这样子会不会把年轻人票赶走 美国前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表示 台湾民众对大陆 还是持有怀疑态度 马锡惠对国民党选情 具有高度风险 而且大陆越释出善意 台湾民众就越存疑 根据最新一次民调统计 蔡英文仍大赢朱立伦 二十多个百分点 一次马锡惠选情可能不会大逆转 但后续效应值得关注 其实这场选举如果 即使不是真的帮国民党加分 至少能够让整个选战的主轴 回到该有的方向 那我觉得对台湾人民 其实是一个好处 一次见面五十分钟会谈 象征意义或许大于实质价值 但相隔六十六年 马总统开了个头 两岸下一步的发展 多了更多想象空间 面对两岸议题再度发酵 而且是登上国际版面的等级 蔡英文后续会怎么接招 值得观察 至于中国大陆的考量又是什么 是为了跟美国之间的南海主权争议 另辟战场吗 休息一下 再回到高热线追踪 自从马英九和习近平确定会面之后 外媒就开始紧进这场世纪会晤 十一月七号 全球新闻媒体总动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英国广播公司BBC 和日本NHK等重量级的媒体 都涌进了新加坡 及时连线报道 饭店大厅集了将近五百位的记者 新闻媒体还用了占领 来形容这样的大阵仗 有人是拿2000年南北韩领导人 金大中跟金正日的会面来比喻 那场历史性的会晤 南韩总统金大中 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 马希·惠洛姆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书面声明 暂许两岸领导人会面 也称许两岸关系近年来的历史性进展 但是后续效应对于台湾在两岸上 国际上有多少的帮助 中国大陆又可以得到 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呢 热线追踪继续为您分析 马希·惠正式登场 两岸大破冰 历史性的一刻 外国媒体宣章大眼睛盯着看 及时报道同步转播 关注马英九习近平在新加坡的一举一动 一次排开除了台港中的媒体之外 美国 日本甚至印度派出好几组人马采访 全球超过500位记者 全集在饭店大厅里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还以饭店遭到大厅媒体占领来形容 我们差不多是马上就做签证 马上就过来 媒体总动员上百颗镜头 紧紧锁定马英九 习近平 两位男主角 这场等了一甲子之久的马希惠 备受瞩目 两岸各自看法也受到关注 现场就有外媒采访台式主播林逸竹 希望了解台湾媒体如何看待这场马希惠 你怎么看待今天的马希惠 第一次就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领导人 可以面对面的坐向来谈 那不管有没有什么实时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象征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新闻媒体不分国籍 不分平面电子 纷纷大篇幅报道 美国CNN将马希惠列为头条 指出两人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BBC在投版报道 这是从1949年后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高度关注 我们看到它的版面是这样处理的 他们非常关注的是马英九总统 在昨天的这场记者会 那他们引用的标题是 马希惠是为中华民国的未来 不仅如此 罚新社 路透社跟英国卫报等新闻媒体 都能看到马希惠的消息 而日本的产经新闻 更是以习主席台湾提案 零回答作为标题 还用快讯及时报导马希惠的最新情况 我跟习先生分别以台湾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 穿越66年的时空 伸手相握 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 姑且不论掌声或批评 双方会谈本身就是重大突破 但两人谈了什么 能否为台湾开拓新道路 曾经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 驻联合国大使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 抱持乐观态度 认为建立呼信之后 便能让台湾拥有更大活地空间 而两人的事迹一握 也让人联想到 15年前的这一幕 在金大中那一握里面 他们两个人有发表说 确认两韩是要朝向 统一的方向发展 那一握就造就了两个人 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2000年南韩总统金大中 和北韩领袖金正日 历史性会面 开创两韩谈核心局 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而这回两岸领导人会晤 星云大使认为 对促进两岸和平相当重要 更期盼马英九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那如果只是两位领导人寻求历史定位 那当然意义不大 如果两岸的领导人会晤 能够建构两岸和平稳定的基础 为两岸和平发展 注入到更多的活水 是让两岸关系起一个更积极而正面的作用 这当然是大家所乐见的 不管历史定位如何 历史已经记住这一天 对习近平而言 不但可以拉抬声望 对外悬达和平 对内稳定军心 强化政治地位 面对棘手的南海议题 更可以牵制台湾 对抗美国 人家说四海之内接朋友 到了现在四海之内 除了台海和平稳定 其他三海都很棘手 美国近年又利用一些机会 像是参与TPP 然后来进行他们重返亚洲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对于这点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 除了利用马锡惠 释放巩固南海讯息给美国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底蕴 中国方面也需要台湾来帮忙站台 帮忙占星 或是想要瓦解 软性地瓦解 所谓美日韩台 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封锁 随着国际局势变化 美日渐渐形成新的围堵势力 再加上日韩关系逐渐正常化 大陆急需巩固跟台湾的关系 把美日围堵大陆的防线 从台湾撕开 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言 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主动拉拢台湾 主张维持台海和平 马锡惠可以说是两位领导人 确认两岸和平 与终结敌对的会面 对于台湾在区域中的发展 因为都遭产生影响 如果台湾方面明显地倒向 美国跟日本的一方 当然一方面造成两岸关系的 形势严峻 二方面当然也不是北京方面 所乐见的吧 台湾的经济已经和 区域性的经济的整体发展 是镶嵌在一起 这也就是他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 主动的再度提出 就是说在国际上 区域性的经济性的整合体 台湾希望要有充分的参与权 经济发展是台湾存活的命脉 面对中日韩三国领袖 日前在高峰会上宣布恢复合作 展开结盟态势 台湾逐步被区域边缘化 马锡惠的来临 似乎注入活水 而两岸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对于与大陆关系紧张的美国来说 会是个好消息吗 如果两岸关系的发展 某种程度有进一步的发展 超乎美国的想象之外 或者说从美国角度来看 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 当然不是他们所乐见 虽然美方乐见两岸荣兵 但又不想台湾跟大陆太过亲近 希望维持有点黏又不太黏的关系 当前重点在于 马总统国际政治这一盘旗下的好不好 之后要打什么牌 是否能帮助台湾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 马锡惠的后续效应 到底会如何发效 大家静观其变 南海争议让中美关系紧张 加上美日逐渐形成第一岛链的围堵势力 两中国大陆不敢大意 可能要拉拢台湾 撕开围堵的防线 经由这次马锡惠对两岸关系和平的再确认 台湾在区域中的发展定位将产生影响 是利还是弊 台湾会在中美角力的天平上头 开始倾斜到某一边吗 广告回来继续带您了解 到六线追踪 总统马英九在竞选连任时曾经说过 他要拼历史定位 当时外界认为他说的历史定位 就是在两岸关系 也就是和习近平碰面 当然这样的碰面无法仓促 而且不能够高调张扬 于是就鸭子划水 慢慢地划向目的地 无用之疑 马锡惠是2015年年底 最重要的国际新闻之一 尤其是20世纪末 分支的东西德柏林围墙倒塌之后 21世纪 南北韩 台湾与大陆 这两区域的未来会如何发展 对欧美强权之间的合纵连横 都会产生蝴蝶效益 发烧话题 绝根究底 我是王李中叶 有限追踪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